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沙亦跌超过4% 银玉和金沙是今日跌幅最大和第二大蓝筹 欧博和永利澳门跌超过6%和8% 科网股普遍跌势亦未止 腾讯今日股价可以靠稳 收市部473.6 金叠和晴天远见分别跌超过7%和1成 不过博雅互动首季赚多了5成6 股价今日逆市做好 收市升超过7% 我们看看焦点股份 今天的收市表现 继昨天佐丹奴之后 今天再有零售股出现急跌 沙沙公布五日黄金周三日假期的 铜店销售出现倒退 股价今日低见过5.57 收市跌了超过8% 美国今晚会公布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大家可以留意 多谢收睇信网收市汇报 我们明天再和大家见面